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作者 张荣 演播 宇天 第23集 60年代初 尽管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大灾难 他仍是中国至高无上的领袖 民众崇拜的偶像 但是由于这段时间 实际上是由务实的领导人在管理国家 因此在文化 艺术方面 相对的较为自由 在经过漫长的冬眠后 一大批戏剧 电影 小说破土而出 当然 没有一本书 一出戏公开批评共产党 很多只是历史题材 当时毛泽东处于首饰 对那些历史故事感到很不适滋味 觉得他们是在影射现实 《借古讽经》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人们都懂得这种讽裕手法 1963年4月 毛泽东下令禁言鬼戏 这是一种专讲冤魂向网杀他们的恶势力复仇的戏 这类戏使毛很不舒服 他对冥戏特别敏感 这类戏的主人文多是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 他冒着生命危险 为民请命 苦见皇上 为此丢了官 被放逐到偏远地区 毛泽东怀疑海瑞是影射彭德怀元帅 这位前任国防部长 于1959年批评毛泽东的导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 而被毛罢了关 彭德怀被罢关后不久 一系列以海瑞为主题的明戏 风行一时 江星要作家写文章批判 又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部长静系 不过这些人都不理睬他 1964年 毛泽东领出一张名单 说39位艺术家 作家 学者 是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这是一种新的阶级敌人 其中就有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关》的作者吴涵 这张名单没有公开 这39人所属的党组织 也没有清洗他们 毛泽东下令把名单发下去 发至我母亲这一级干部 要求各级党组织 按照这个样子 抓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1964年冬天 我母亲被派到成都牛市口中学 当工作组组长 责任是从高级教师 和喜欢武文怒墨的人物中 抓些可疑者 我母亲很不情愿 特别是这次运动 威胁到的是她最欣赏的人 此外 就算她热心搜索 也抓不到 人们对从前的政治运动 还记忆犹新 很少有人敢开口讲话 我母亲把她的想法 向主管整个成都市 这场运动的上司 鲍先生做了汇报 鲍先生也深以为然 1965年过去了 我母亲抓不出一个 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鲍先生也没有对她施加压力 他们的消极态度 反映了共产党干部 当时普遍的情绪 大多数人对整人的政治运动 厌倦透了 只希望提高生活水准 过正常生活 但他们并没有公开反对毛泽东 相反的还在鼓动对毛的个人崇拜 只有少数一些人 对神话毛泽东运动的迅速扩展 感到焦虑不安 然而他们无能为力 毛泽东的权力太大 威望太高 势不可挡 最多只能消极抵制而已 毛泽东注意到 共产党干部 对他的政治运动不积极 他认为 这表示他们对他 已不再那么忠心耿耿 他下令发表一篇 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涵的 海瑞罢官的文章 即姚文元写的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当时北京市委 和负责文艺宣传的中央宣传部 都拒绝刊登 这证实了他的怀疑 发表姚文元的文章 对毛很重要 他希望借此动员民众 卷入他的政治运动 他和民众之间 一向是由共产党组织做桥梁 现在他发现 这道桥梁不通畅了 他等于失去了控制权 毛泽东感到岌岌可畏 他怕斯大林那样的下场 更怕自己还在世 就要被所谓的赫鲁晓夫取代 他决心先发制人 摧毁他说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以及他在党内的追随者 这个整人运动 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深知自己是孤军作战 但这倒使他觉得自己是独立寒丘 在傲然向全世界挑战 也给了他机会运筹帷幄 他甚至把自己想象成悲剧英雄 与强大的共产党机器大决战 1965年11月10日 毛泽东屡次要北京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而不成 终于在上海把它发表了 这里是他的亲信当权 在姚文元的文章里 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 第一次出现了 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 不转载这篇文章 北京市委机关报 北京日报 也拒绝转载 各省呢 有的转载了 有的也不转载 我父亲当时管四川日报 他不想登这篇文章 因为他意识到 此文不仅是针对彭德怀 而且号召开展新的政治运动 他去见专管文化事务的省委书记 这位书记决定打电话 请示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不在办公室 贺龙元帅接了电话 贺龙是邓小平的好友 也是政治局常委 贺龙在电话里说 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四川在12月18日 登载姚文元的文章 是最后刊登的省份 比人民日报11月30日还晚 人民日报转载时 总理周恩来专门写了编者案 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学术讨论 不是整人的政治运动 后来的三个月 毛泽东的对手们 加上周恩来 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想把文化大革命 从整人的轨道上引开 1966年2月 当毛泽东不在北京时 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 后来称为二月提纲 强调学术问题的争论 必须局限在学术范围内 不能变成政治迫害 毛泽东反对这个决议 但政治局充耳不闻 同年四月 四川省委要我父亲 按照二月提纲精神 起草一份称为四月意见的文件 以指导四川的文化大革命 内容有 这是一场学术讨论 不抓辫子 不打棍子 不戴帽子 不能当党伐 不能以示压人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正当这个文件 准备在五月份发表时 突然接到命令 停止发表 此刻政治局有了新的决议 这回毛泽东在场 占了上风 并加上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推翻了二月提纲 下令清算 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学者 和他们的观点 他还说 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 包庇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以及其他阶级敌人 这些人 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 他对他们宣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此拉开序幕 偌大的中国共产党中 谁是走资派 毛泽东 当然不可能心中有数 他知道 他要打倒整个北京市委 这事已经做到了 他也知道 要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 和党内的资产阶级 司令部 但毛泽东并不清楚 在庞大的共产党机构中 谁忠于他 谁追随刘邓 和他们的资本主义路线 他相信 那些忠于他的人 将在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 按他的话就是 破字当头 立在其中 毛泽东并不担心 他的行动 会把整个中国共产党毁了 毛泽东不清不楚地叫喊 反走资派 可把全国老百姓 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 都搞糊涂了 大家不明白 他到底要干什么 也不知道 他想对哪些人下手 我母亲也像别的官员一样 只知道毛泽东 要打倒一批共产党干部 但不知道是谁 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此时 毛泽东做了一个 最重要的组织安排 他建立起个人的 发号施令体系 独立于现有的 共产党组织之外 虽然名义上 仍在政治局 和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 这样 他就可以以党的名义发令 首先 他把1959年 接替彭德怀 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 提拔为副手 林彪就是那位在军队里 不遗余力地推行 崇拜毛泽东运动的人 毛泽东又设立了 中央文革小组 来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让他以前的秘书 陈伯达任组长 而石泉 在他夫人江青和康生手里 下一步 毛泽东改组了新闻媒体 最重要的是人民日报 老百姓都知道 它是共产党中央的喉舌 毛泽东于5月31日 派陈伯达去执掌人民日报 以确保他能畅通无阻地 向亿万中国人直接下令 人民日报从1966年6月起 每天头版头条都套红 有各种口号社论 要大数特数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要人民追随毛泽东 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初 我们学校的正常教学 完全停止了 每天上学只是政治学习 读毛泽东著作 报纸上的社论 校园里安装了大喇叭 天天喊人民日报上的标语 报纸的第一版 常是一幅通版的毛泽东像 还有若干毛主席语录 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通蓝的口号 例如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 谁敢反对毛主席 我们就要全党共讨之 全国共诛之 全世界人民热爱 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于天天反复地念 这些口号都深映在脑海里 报纸上 还总有外国人 仰慕毛泽东的故事 欧洲人征购毛泽东选集的照片 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也被用来加强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独报很快发展到 背诵毛主席语录 这是本红塑料皮 巴掌大的小红书 每个人都发有一本 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惜 每天我们集会时 要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诵 我现在还能一字不漏地 背出其中许多章节 一天我们读到一则人民日报报道 说有位老农民在他家的卧室墙上 贴了32张毛主席像 原因是只要一睁开眼 不论面朝哪个方向 他都能看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马上我们也在教室的墙上 贴满了毛泽东的像 这样我们也可以到处看见 他的慈眉善目了 但是我们马上又得接下来 有消息说老农民 其实是用毛主席像做贴墙纸 因为毛的像 是用最好的纸张印刷的 而且免费供应 消息还说 已查出写此报道的记者 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想鼓动大家侮辱毛主席 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恐惧 像牛市口中学一样 我们中学前段时间 也来了工作组 他们勉勉强强地 把学校的几位名教师 定成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但对学生们保密 然而 到了1966年6月 在汹涌澎湃的 文化大革命浪潮下 工作组觉得 不抓阶级敌人不行了 于是骤然公布了名单 还发动了学生和老师 写大字报和标语口号 一时间 这些东西铺天盖地 充满了校园 有的老师积极 是因为他们得服从命令 忠于党 有些人是顺应实事 有些是嫉妒那些名教师 有些则是害怕使人 在受害者当中 有一位我欣赏的国文老师 季先生 据一份大字报上所写的 他在六十年代初 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光是空口喊 大月静万岁 哪能填饱肚子 我当时并不知道 大月静造成了大饥荒 所以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但能感受到 其中大不静的味道 季先生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那时我说不出是什么 现在才明白 他是具有一种讽事的态度 他有一种似笑非笑的干咳 叫人觉得他有话没有说出来 我们教科书上有一篇文章是 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回忆录 追忆长征时的艰苦 他生动描述了军队在崎岖的山路上 行径的情形 他们手上拿的火炬 照亮了无悦的夜空 仿佛是一条红色巨流 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 全都冲上前去 大家抢了一碗饭就吃 这令我困惑了 红军战士不是都宁愿自己挨饿 也要把最后一口饭让给同志的 怎么会抢饭吃呢 我问纪先生 他干咳地笑说 我不能体会到饿肚子的滋味 然后他迅速改变了话题 我当然没有被说服 除此小小的不满意外 我对纪先生是五体投地 看见我敬佩的老师们被乱整 我感到十分伤心 我对工作组 要我们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他们 十分反感 那年我十四岁 本能地厌恶所有好斗的行为 再说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写的 满校园的白纸黑字 奇奇怪怪 杀气腾腾的气氛 令我十分害怕 例如砸碎某某的狗头 某某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我开始逃学 躲在家里 为此我总在会议上被批评 家庭观念重 开会成了我们全部的学校生活 我讨厌开会 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 总跟着我 不久 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凯先生 一位性格开朗 生气勃勃的人 被定成了走资派 理由是 他重用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他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 都成了罪证 甚至例如 安排学毛柱的时间 比教学时间少 我同样吃惊的是 学校共青团书记陕先生 也被谴责为反对毛主席 他是个风流才子 我一向渴望引起他的注意 原因倒不是别的 只是他可能帮助我 一到十五岁就尽早入团 他教授高中学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 常在学生的作文上 用红笔画出 他认为写得出色的句子 现在 这些毫无关联的句子 被他的学生拼凑成一些短文 据此 在大字报上 说他恶意攻击毛主席 多年后 我得知这种找罪证的方式 源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 当时一些作家 就用这个方法 打击他们的同行 多年后 陕先生告诉我 他和凯先生被整的真实原因是 当时他们俩都不在学校 他们被派为工作组成员 到别的单位去了 在校的领导 趁机把他们拿来当替罪羊 他俩本来就和校长处不好 校长何乐而不为呢 陕先生信信任的对我说 如果当时我们在学校 他去了工作组 这个龟儿子就有的瘦了 他屁股上的屎多得狠啊 书记凯先生 对共产党忠心耿耿 自觉受了天大的委屈 一天傍晚 他写了一封遗书 然后用剃壶刀片 割了自己的喉咙 恰好那天他妻子 比平时早回家 赶快送他进医院急救 工作组对他自杀的消息 密而不宣 他们很紧张 因为心里明白 像这样的牺牲品 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没有一点证据 共产党视自杀为叛党行为 也就是对党丧失信心 向党示威 因而不准对自杀者 有半点同情 可当我的母亲 听到凯先生自杀的消息 她痛哭了 她很喜欢她 知道她是位乐观的人 不是极度绝望 是不会寻此绝路的 我母亲不肯随波逐流 不在她任工作组组长的学校 乱抓替罪羊 但学校的学生 开始被人民日报鼓动起来 反对老师了 从报上他们得知 毛泽东说 老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把学生当敌人 用考试整他们 毒害他们的心灵 为国民党复辟做准备 毛泽东宣布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天 我母亲骑自行车来到学校 一进门就听说 学生们把校长 教导主任 级别高的教师 和他们评宿不喜欢的老师 都当作反动资产阶级 学术权威 关进了一间教室 门上 剃了张纸 写着 鬼儿班 教师们都不敢管 他们已被文化大革命 搞得手足无措 现在中学生 似乎握有了某种权柄 学校到处是巨大的标语 绝大多数是人民日报的标题 我母亲尽职去了鬼儿班 后面跟着一群学生 只见门口围着一堆学生 有的看起来很凶 有的不好意思 有的担心 有的不安 学生见她来了 就围拢了过来 母亲身为工作组组长 是学校的最高领导 被当作党的化身 学生们静静地望着她 等她下命令 他们已扮起了鬼儿班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母亲语气强硬地下令 解散鬼儿班 这在学生当中 引起一阵骚动 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有些人交头接耳 我母亲要他们说大声点 他们又一声不吭 她告诉大家 没有公安机关的命令 关押人是违法的 野蛮对待自己的老师 更是无耻 他们应该感谢和尊敬老师 教室门打开了 犯人们被释放出来了 我母亲胆子算大的 尽管她也忧心忡忡 因为此时省里 也在找替罪羊 我父亲已经预感到 下一个会轮到她了 她的几位同事 已悄悄透露消息给她 叫她小心 她管辖的单位被打了招呼 暗示把矛头指向她 这些事 父母从没对我们 这些孩子们提起 他们从来就不和我们 谈论政治斗争 现在更不可能开口了 情况是如此复杂混乱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怎么能使孩子们理解呢 告诉孩子又有什么用呢 谁都无能为力 而且不知道反而更安全些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 对文化大革命毫无心理准备 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祸事将会发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里 八月份来临 百万红卫兵乍现 狂风暴雨般 席卷了整个中国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 年轻一代总想着 哪一天会与阶级敌人战斗 而新闻界对文化大革命 闪烁其次的号召 使人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 一些对政治很敏感的学生 嗅到他们的偶像 毛泽东和这场运动 有直接关系 而所说的思想灌输 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着毛走 六月初 一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 举行了几次集会 对形式进行分析 决定称自己为毛主席的红卫兵 他们还引用了一条 经常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毛语录 造反有理 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早期的红卫兵 多是高干子弟 只有他们才有胆量 搞这类活动 此外 他们是在政治环境中长大的 比其他人更热衷政治活动 江青注意到他们 他在七月接见了他们 八月一日 毛泽东做了一个 颇不寻常的举动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写了一封公开信 对他们的造反有理 表示最热烈的支持 在这封信中 毛泽东还微妙地 把他早先的说法 修饰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对这些十几岁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来说 这封信简直就像上帝发来的圣旨 很快 红卫兵组织 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并迅速扩及全国 毛泽东要用红卫兵做他的冲锋队 他感觉到人们对他攻击走资派的号召反应冷淡 共产党拥有为数颇多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 人们对1957年的教训 还记忆犹新 那时 也是毛泽东 号召人民批评共产党干部 结果那些应邀提意见的人 都成了右派 从此倒霉 好些人都怀疑 这次又是顾忌重施 引蛇出洞 毛泽东如果想要动员老百姓 对他来说 那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是太理想了 这些人是在对他的狂热个人崇拜 及积极斗争的气氛下成长的 又具有年轻人的特质 爱造反 大胆 勇于为正义事业献身 渴望冒险和行动 只有用这支大军 才可以造成一场 足以动摇 甚至摧毁共产党基础的大混乱 有一条口号 可额要说明红卫兵的使命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 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所有的政策和命令 都是通过党组织逐集下达的 毛泽东现在撇开这条渠道不用 直接转向千万年轻人 一方面 他通过新闻媒体 发出一些堂皇的号召 这些年轻人 就像六十年代许多西方人一样 被造反 教育革命 砸碎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 造就一代新人 这些动听的言词所吸引 另一方面 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 特别是他的夫人江青 直接到学生中去发具体指示 毛泽东甚至年轻人潜在的暴力性 他说 现在停课又管饭吃 吃了饭要发热 要闹事 不叫闹事干什么 把年轻人导向控制下的暴力 牺牲品必不可少 学校里最明显的目标就是老师 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组和学校当局的牺牲品 现在青少年们又开始攻击他们 比起父母 老师是更理想的靶子 因为父母分散在家 造反没法集中 而且在中国文化里 老师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权威人物 几乎在每一所学校里 老师都被侮辱 殴打 有的学校里 学生私设公堂 监狱 有的甚至把老师折磨致死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第一次接见了一百多万年轻人 日后 他又如此接见过七次 共一千三百万人 在这首次大会上 林彪第一次 以毛泽东代言人的身份 出现在毛身边 以及公众面前 他号召红卫兵冲出学校大门 杀尽社会 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 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 也就是四旧 红卫兵们 按照这个含糊不清的口号指示 冲上街头 抄家 砸古董 毁文物 撕古画 烧书 就这样 几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 都毁于一旦 许多作家 艺术家 受尽各种方式的凌辱 毒打 逼迫他们目睹自己的作品 化为灰烬 不少人含恨自杀 博物馆遭抄杂 宫殿 庙宇 古墓 塑像 宝塔 城墙 这些旧东西 当然也在劫难逃 只有少数地方夺过浩劫 例如紫禁城 是周恩来派驻军队 并下特殊法令保护的结果 毛泽东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 号召全国上下支持他们 并鼓动红卫兵扩大功绩的目标 增加恐怖 以往在共产党统治下 享有特权的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 都被冠上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 红卫兵的施暴对象 还包括老阶级敌人 例如以前的地主 资本家 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 以及先前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 如右派等 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在内 感谢您收听有声纪时文学红 欢迎订阅于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